请问你敢不敢 带妈妈和老婆一起去旅行 对 女豪不要 不敢吗 那不敢 那不行 天哪 这简直就是炸弹 双方互相不理解 不体谅吗 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老人和年轻人有一点够 育儿啊 然后家庭生活开支啊 消费观念啊 要是真要这样的八斤刷了 好估计 刷一斤刷不关 什么样的婆婆 你是最不能接受的 觉得自己家儿子 是最好的那种 比较装置的那种 不好去沟通的那种 好多呀 好多 当你婆婆好难啊似的 对 那什么情况下 你会去批评婆婆吗 不敢 是一定不行的 婆婆什么都对 是 勤俭节约 吃苦耐劳 这样的行为是比较好的 就是保姆吗 就给你生孩子 然后还不要工资 他就是保姆呀 如果真的要引起矛盾 还是老公上 这个关键点在先生 关键点人肯定是老公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们俩就是陌生人 没有任何矛盾 我也知道是我 但是我很为难 特别难啊 婆婆 难啊 肯定太难了 这对妈妈也不行 这对媳妇也不行 就这个协调的过程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对妈妈也不行 对妈妈也不行 嗯 左右为难 嗯 两边都是你觉得很 很重要的女人 那 一个你要孝顺的 一个你要爱的 你 你应该怎么去做 这个永远都是一个 对 害怕不和平的场面 就是害怕吵架 我从一十五年 从来没有那么忐忑过 第一次半夜 跟经纪人打电话说 能不能不录了 我唯一觉得可以就是 缓解下我的压力的 应该是那些男同胞 我觉得他们可能跟我有 共同语言 那就没有 我相信我们家 应该没什么事 我终于能有一段时间 能和我妈妈在一块儿 带着老婆 带着妈妈一块儿 多开心那件事情 我很庆幸的时候 我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 有我老婆呢 我老婆肯定搞得定 搞得定我妈 我妈的问题是什么 我妈在家里是老大 她所有的事都管 就在家里永远是 一有家里有点什么事 我小姨 二姨 三姨 小舅 对 就 就啪 聚到我家里来了 像开会一样 所以说她是有领导范的 就是这种 拐的太宽了 这是你是老大 那我肯定是老大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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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肯定搞得定 搞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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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大 啊啊啊啊啊啊。 是老大